这个讲座今天除了涉及到可能跟这个腾校的一些录取的标准有关系之外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这样 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家庭教育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刚Michael给我的这个介绍 我稍微回去讲两句 首先第一就是我做每本的这个留学咨询应该是13年 就从09年开始就还没有记错 我做英语的教学应该是16年 从06年开始我就开始做托福老师 所以其实在这个行业里边应该算是 我觉得不能算是骨灰级应该也算是老兵了 尤其在美本这一块呢 因为从09年开始 是08-09年真正才开始大规模的出现美国的本科留学 我读本科那会应该是2000年左右 再往后一点点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911 所以911就直接导致当时美国的整个录取的这个签证的这个政策 不是很友好对于国际生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就留在了国内读大学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我觉得应该很早会更早去美国接受教育 可能是本科或者甚至是高中 但后来在05年 美国的前任国务卿赖斯颁发了这个赖斯版本之后呢 美国开始慢慢的打开 尤其放开这个他的低龄的这个留学 所以从你发现08-09年开始 美国的这个本科申请的这个人数 大幅的上升 中国呢 我们看了最新的一年的 有个叫IA 也叫International 这个Institute of Education 它的最新的数据大概 到巅峰的时候 应该一年有14万8千人 中国的这个学生 在美国存量的本科生 我就指的存量本科生 所以你大概把它除以4就相当于 接近于每一年新增这个数 大概就是3万多人 最近因为新冠的原因导致可能人数 已经减到差不多不到11万了 那大概也还有2万多 接近3万人 在美国读本科 每一年的这个新增的这个增量 所以我觉得差不多 我应该算是和这个叫什么 就是这个这波潮流起来的 那会就开始进入美国这个这个留学工作 第二是关于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在并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很熟悉的 这个学校呢 是美国8个长期学校其中之一 然后最知名的校友 应该大家都认识 现在这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伊隆马斯克 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他学的是物理 Physics和这个沃顿的这个Finance 和金融两个双专业 还有其实我昨天晚上在看新闻 我的这边今天早上 就昨天刚好那个台湾就台北新任的 这个师长叫蒋万安 是蒋介石的曾孙子 蒋经国的 对蒋介石的曾孙子 蒋经国的孙子 他也是我们学校的 他拼到了这个法学院的Wall School 拿这个JD 然后来做律师 所以是我的学校 然后呢 后来我又去在这个ETS 给托福出个题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应该是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实义生 去入职的 我之前有个台湾的学姐 我应该是第一个大陆的 所以职业的经验 我就不想去过多的去讲了 我觉得这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价值 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主要想讲这个主题 就是关于这个名校宠儿的十个共性 这个其实说实话 这个题目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 这个只是一个eye catch 为了大家吸引大家这个注意力 但是让我今天讲的内容呢 我觉得不光是关于所谓的这个 这个藤校 或者是名校的这个录取原则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心得的分享 我从09年开始 接我的第一个学生 到现在我已经做了13年 接触了 我没有仔细去算过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好几百个中国的学生 而且我跟这些学生的接触 都是非常深度的接触 它不像比如你上课 比如你交托服务 我一个班可能有几百个人 我可能给他们上八次课 然后我就走了 可能有些学生认识 有些学生可能不是很熟 认识学生可能也都是比较浅的这种交流 但留学呢 我们服务的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家庭 跟我们都是有非常深度的绑定的 我最小的孩子是从八年级签约 一直到十二年级 他本课走 所以就中间一共大概有可能四五年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合作 他们家里边爸妈是干啥的 家里边大概有多少钱 这孩子肯定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得过什么样的心理疾病 什么样的性取向 这些非常隐私 非常私密的话题 都能被我作为一个留学过问所观察到 所以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在过去这十三年里边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感触的 因为接触了很多的学生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家庭 但主要是华人家庭 我学校里边大概有一半是来自于国内的 中国大陆的学生 里边当然北京的是最多的 我不是北京人 我是重庆人 但因为后来留学之后 回北京工作 安家 包括我拿北京户口了 就整个家就安在北京了 所以我在北京的时间很长 我的大部分客户是在国内的 北京比较多 其次是上海 真正 西安 济南 杭州 苏州 南京 这些城市会相对多一点点 反而是我自己的老家 就是重庆 成都的学生可能还相对更少一些 然后另外可能还会有大概30%的学生 是来自于美高的 当然都是华人学生 在美国读高中 有一些是ABC 可能不太会讲中文 就是那种早期移民的 他们的后代 当然还有少部分的是在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加拿大 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 在比如说我有瑞士的学生 有越南的 有柬埔寨的 有马来西亚的 印度尼西亚的 都有 所以我觉得观察了 13年 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这种华人家庭 有些孩子当然非常非常的优秀 有些孩子我觉得普普通通 有些孩子可能他们还有很多的 这个工作需要去做 但在这个里边 其实我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情 当然除了去帮大家拿到一个比较好的 申请结果之外 我觉得就是去 去观察到底 这些优秀的孩子 最终能够 我们所谓的 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 申请效果的孩子 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特征 这是我今天希望跟大家去分享 去跟大家聊一聊的 如果您的孩子 现在正在准备这个application 在准备申请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能力的孩子 在哪些方面可能是比较强的 那哪些方面可能是孩子比较缺失的 如果您的孩子还很小 像刚刚说那个Penny的那个小孩 才三年级 那可能他才小学初中甚至更小 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小孩 我儿子才三岁半 我女儿才一岁半 他们很小 但对于这样更小的孩子来讲 我觉得可能大家 今天就可以从这个分享里边 去抽取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一些理念 看一下对咱们平时日常 跟孩子去沟通互动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参考价值 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实际上呢 大家发现啊 就是这些顶尖的名校 不管是藤校也好 还是Stanford MIT或英国的牛津建桥也好 其实他们对于人才的选拔 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的 而且这一套机制呢 是经过了成百年的这个 像我印象中这个 像牛津大学应该是16 还是15级今年就成立了 所以已经好几百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它这个system是 是合理的 是成立的 所以我相信他们对于这种 人才选拔的机制呢 对我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的 如果我们可以按照他们 对于人才的选拔机制 去培养自己的孩子 我相信我们的家庭教育总体来说 是相对会比较成功的 所以我今天主要会聊到 大概我觉得 10个比较重要的点 然后观察观察 就咱们自己的孩子 是具备这些特征 这些10个点里边 我待会提到 你会发现有的点 是咱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它可能先天的 比如说智商 这个你真的控制不了 因为这是基因 但还有大部分的点 是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 后天的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和沟通去帮助孩子提高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 希望在今天这个分享过程 跟大家去分享 然后呢 下面提到这三个问题 就是那些被美国 顶尖名校录取的孩子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 第二是到底他们厉害在什么地方 第三是我的孩子 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的高度 这是我觉得在过去 这么多年服务 这个中国这些家庭的 就过程中的 很多家长特别喜欢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首先呢 你为了让你的运气 能够有作用 你必须得非常的优秀 如果你本身就不够优秀 不管你的运气多好 你其实不太可能 去美国的顶尖名校 你能去一个好学校 我觉得有可能 但你要去读一个 顶尖的名校 比如说前二十 甚至前十 甚至是腾校 甚至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五大 哈耶普斯马 这个level的学校 你发现你光凭借你的运气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你本身必须要足够的优秀 但你说你光优秀 可不可能呢 可能也需要一些运气 除非当你优秀到 一个极致的 那个铃铛别论 但大部分的学生 通常能够录到 这些顶尖的学校 通常都是运气 和实力的兼并的 才能够达到 尤其是当你已经到达 这个非常非常 这个top level 最顶尖的学校的时候 你发现可能 这个机会 永远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当然有几类 是这个比较例外的学生 一类呢 是我们叫这个运动员 或者是艺术生 这个athletic artist 比如说你是麦克尔桥丹 那你去北卡 你当然无所谓了 比如说你是 你是凯尔尔文 你去欧文 你去读课 他不太需要 你有特别好的成绩 这种是运动员 包括你去朗朗 你去 Curtis 你是拉大提琴 你特别厉害 你走这样的 比较特殊的渠道 去美国的定型学校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类呢 就是所谓这个development case 叫发展的 发展的case 这个我不知道中文 怎么去具体去翻译它 简而言之 就是你特别有钱 比如说 冰大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 叫沃顿商学院 我相信大家可能听过 沃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我们这个台面下的这个under the table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数据 就沃顿每一年招取的本科新生里边 大概有40%到一半 就接近一半的学生 都是所谓的这个捐赠生 就都是家里边很有钱的 要么是legacy 就父母就是沃顿毕业的 要么就特别有钱 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 比如说大家 我曾经的这个老板于明洪 这个于老师的这个女儿叫于嘉宇 她就是沃顿的 比如说苏宁的大少爷 这个张康阳也是沃顿的 比如说龙湖地产的大小姐 也是沃顿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泰国的首富 这个政大集团 他们家的这个两姐弟 这个蔡奇 蔡奇润 蔡奇俊 他们都是这个 这个沃顿的 所以这些家庭呢 它基本是靠捐钱 就给你给这个学校捐了一个实验室 捐了一个这个办公室 捐了一个楼 或者捐了一个这个科研项目 这个叫development case 但大部分人 咱们是没有办法去走这个路径的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帮自己的孩子 从一个优秀的学生这个角度去做培养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 这三个问题里边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确实非常非常的厉害 一般能够录到顶尖名校的孩子 他的家庭很厉害 他自己也很厉害 但你不要觉得这些靠捐钱的孩子 他们就不优秀 像这些靠捐赠的孩子 他们一点都不差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可能比一些普通孩子 还要更强 因为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学术资源 社会资源可能会更优秀一些 第二是关于他们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待会儿要讲的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主要的部分 我就待会儿就卖个关子 先不讲 第三是我的孩子 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的高度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那就是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孩子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可能包括很多层面 比如说你的智商 比如说你的情商 比如说你的逆商 比如说你的家庭条件 比如说你的周边的政治环境 都会对你有所影响 比如我们知道在最近这几年 总体来说 国内的孩子的录取 是没有每高孩子会取好的 我指的是每一本的申请 就是因为可能 一部分的政治原因导致的 但是如果咱们真的在这个里边 去做非常详细的规划 能够帮助孩子 把他从现在开始 到他申请节点之间的这段时间 能够每一个步骤都踏好 每一个准备工作 都做得尽量的冲吞 那这样你可以最大程度上去 这个maximize 他对美国一个名校录取的这个机会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 孩子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的高度呢 这个很难讲 但是我觉得只要咱们把规划做好 你不说哈耶普 哈耶普当然很难 他选的是天之交子 但美国前20的学校 美国前20这两个 非常非常顶尖的学校了 大家听过什么杜克 什么斯坦福啊 什么麻省理工 UCLA 这些都是前20的学校 你能去任何一所美国前20的学校 其实你都是值得去的 包括因为人在加拿大 有很多在加拿大的家长问我说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去腾校 我们加拿大有很好的学校 对吧 我们加拿大有多大 我们有华铁路 我们有Western 对吧 我们在国内有北大 我们有清华 我们有很好的学校 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呢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首先呢 我可能我自己会有一些偏见 因为我是在美国读书的 所以你要问我哪学校最好 我当然认为美国最好 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 判断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之前跟我的这个朋友 我们开玩笑说 就是当你有很多的信息 这些信息很繁杂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你通常就应该依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常识 就你依赖常识 是最不容易犯错的 就依赖这个common sense 那在留学这个领域里边 什么叫常识呢 就是你看一看 你周围最优秀的那些孩子 他们都在往哪去 甭管你在美高 在加高 还是在国内 在北京 上海 深圳 武汉 重庆 在哪 你都看一看 对吧 比如说我听说 那个Penny是武汉的 我刚刚提到 比如武汉 你看一下 在校的孩子去哪 对吧 华十一副的孩子去哪 对吧 你看这些孩子 他们最后是去哪 在北京你看 比如人大副中 北师大实验 石一学校 上海上中国际 对吧 上外副 南京的南师大副 对吧 南外 金陵 比如你要在苏州 对吧 就比如UWC 你看一下这些孩子 他们最后都去哪 你发现其实最终 大部分的孩子 还是去美国 最顶尖的孩子 还是去美国 他们也不傻 他们不缺钱 他们不缺资源 对吧 那他为什么 这么听了名的 要去美国呢 肯定还是因为 美国的本科教育 它有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 这个讲远了 回到我们刚刚 这三个比较 这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呢 他们真的有那么厉害 这些孩子真的是 非常比较优秀的 第二呢 厉害的地方 我当然会讲 第三 是不是有可能 咱们孩子能够 达到他们的高度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但这个里边可能 作为家长 我们需要花的 这个功夫非常多 而且这种功夫 是有技术含量的 就不是说 你光是堆时间 你没有办法说 我好像我每天 陪我孩子十个小时 我不上班 我做全职妈妈 我就一定可以 把这个孩子 培养得很好 其实不一定的 往往我过去 这么多年 我观察 我自己的 这个学生里边 最后能够录到 非常好的学校的 往往其实还是 家庭里边 给孩子自由度非常大的 那种把孩子 管得太死的 管得太严的 这种家庭 其实反而不太容易 培养出来 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 因为孩子他习惯了 所有东西 有人帮我安排 他没有什么特别强 自主去做事 这个动力 所以这是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 然后 我要讲的 这十个点 里边的第一个点 这个点呢 可能 大家看了之后 都会觉得很郁闷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说实话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这些孩子呢 他们大多数 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他们都是 有很高的智商的 我这里讲的聪明 绝对不是小聪明 OK 绝对不是小聪明 不是说咱们 比如说 这个在家里边吃饭 或春节在饭桌上 说我儿子很聪明 我女儿很聪明 或跟朋友聊天 跟朋友吹牛逼的时候 说我们家孩子 你知道反应可快了 那个在我看来呢 他是小聪明 我这只聪明是大聪明 就是他的智商 可能是超出常人的 我非常明白 在家长的眼里边 自己的孩子 通常都是很聪明 很优秀的 但是因为这么多年 服务下来 我真的见过太多的孩子了 我知道这个社会群体里边 孩子这个群体里边 真正的高智商 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我做了13年留学 我觉得我能够 赎出来的 就是我认为 真正高智商的孩子 可能我觉得一只手 可能五个人以内 什么叫很聪明 这种孩子 他的理解能力 或他的学习速度 远超过常人 为他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学生 不好意思 咳嗽 我辅导过一个学生 这个孩子呢 他姓尚 就是那个和尚的尚 他来自北京一个学校 北京的人大福中 在人大福中的里边 这个理科实验班 理科实验班的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 我觉得是我可能 从业这么多年来 我见到过的 这个真的就可能 是最聪明的学生 没有之一 最聪明 学习能力极强 我印象当时 他找我上托福 因为当时 他托福大概是110分 口语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他是那种 非常典型的国内的人大福 那种理科实验班的孩子 所以他英语方面呢 就阅读写作 这些当然没有问题了 但口语方面 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那时候我还上课 所以我给他上几次课 学得也非常快 最后很快 托福考到115分 SAT是完全自学的 没有上任何的课 1590 搞数学竞赛的 CMO金牌 定了东林营 然后什么 哈佛的这个 那个HMMT 就是Harvard MIT 那个Mathematic Invitation Mathematics 也拿了很好的奖 做了一大堆 非常牛的学术活动 还研究什么暗物质 研究什么天体物理 等等 拿了很多的奖 但这些都不重要 拿奖的孩子很多 重要的是你知道啥呢 就是每次 我会跟这个孩子 来做这个文书的面谈 做这个SAT Discussion 文书讨论的时候 我都得准备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比如举个例子 我跟其他孩子 比如说 做这个文书的这个约谈 通常是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时间 但是我跟他聊的时候呢 我一般要准备 差不多三个小时的内容 为什么要准备 三个小时内容 因为他实在是反应太快了 我每说一句话 他大概就能预期 我后边讲的两三句话 内容是啥 他推断能力极强 推断能力非常强 如果我只准备 一个小时的东西 我可能20分钟 这个课就讲完了 所以这个孩子 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但他最后录取也非常好 这个孩子最后去了 这个加州理工 就是Caltech 他学Algebra 就学代数 加州理工是美国 在数学这个领域里边的 我就top two 可能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 在本科这个level 延伸可能不一样 可能有普林斯顿 可能有Stanford也非常非常好 他最后常规申请的时候 也申请了哈佛和普林斯顿 但比较可惜是 就是因为哈佛和普林斯顿 是需要面试的 这个孩子我刚刚讲了 因为他是那种国内 理科学院班那种 典型出来的孩子 可能口语不是很好 口音很重 表达能力不是很强 而且他见到人 他会很紧张 他是那种 我觉得可能正适合 以后搞科研的孩子 不是那种 你想想那种 就八面玲珑的 口才特别好 长得很漂亮的女孩 他不是这样的 最后呢 他当然我觉得 我已经尽我的权利了 他拿到了面试 但最后他面试面的 跟我说不是很理想 但it's good enough 因为他去了 这个Caltech 加州理工 然后他应该是 前年2020年的时候 本科毕业 然后他现在在普林斯顿 读博士 数学的这个博士 所以是个极其优秀的孩子 这个孩子当时 给我的印象 就是他的推断能力 极其出色 就你讲一句话 他能猜 你后边能讲啥 这个能力 我觉得太厉害了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数学很厉害 我还见过一个孩子 也是类似的 就是这个孩子 他给我介绍的 他的同学 他的师兄 叫贾泽宇 大家可以去摆住这个人 他是IMO金牌 什么叫IMO 就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 中国一年呢 有六个人去参赛 其中他内界 有四个人家讲 所以全中国只有四个人 这个孩子 他的能力是啥呢 就是他学习速度快 他阅读 阅读速度快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就别人要读一个小时东西 他十分钟读完 就你跟这样的孩子 你发现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竞争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竞争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把这一点抽取出来说 我不是去 要去打击大家 说那我们的孩子 如果没有他们聪明 那怎么办 这个没有怎么办 因为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 也不是这么聪明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个社会里边 是存在这样的 高智商的孩子的 如果你的孩子 是one of them 如果你的孩子 非常非常幸运 是其中 是像这样的学生 那你应该非常多waki 你应该非常非常waki 你很幸运 因为孩子可能 会比别的孩子 要付出相对来讲 更少的时间 然后这样呢 你就可以 去到一个很好的学校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呢 我们可能 达不到 这个水准 所以这一点呢 我只是把它列出来 大家如果 如果自己孩子是这样的 那我恭喜你 你很厉害 如果不是的 你也不用觉得难过 这个没关系 因为智商这个东西 是先天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孩子 提升智商 在短时间之内 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message 给大家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 因为自己 自己觉得自己的孩子聪明 而给他不好好学习的借口 第一点是我自己在 我这个身边的朋友 我住在多伦多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跟我住 我住在欧福 欧福有在 叫奥克威尔 是多伦多周边的一个卫星城 我在欧福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是从北京过来的 他女儿是在这个中关村 很忘了是三小还是一小 读的这个小学 从小就很聪明 然后过来之后 在这边读了一个 这个公立的高中 现在公立的初中 然后现在又去了一个 私立的一个高中 他老跟他女儿沟通过程中的 就讲一句话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讲不对 他老喜欢当着他女儿的面说 哎呀他就是从小就是这样 就是智商高傲 就不勤奋不努力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在我看来 首先第一呢 他的女儿并不是真正智商超群的孩子 他可能中上 比如100个人排名 能排到可能30多名 40多名 但他绝对不是真正智商超群的孩子 但是第二 即便他是 你不应该这样去跟孩子讲 因为你这样非常容易导致孩子 在他平时这个学习过程中 就觉得说 哎反正我聪明 我不需要付出和别人 别的孩子一样多的努力 这一点是我觉得一个大忌 所以大家可能要 在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就像我讲的就是 我讲的这个第一个点呢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家庭 我们做不到 我们孩子是高智商嘛 没有办法 所以你不要纠结 这个纠结没有太大用 第二个特征 这个特征是我觉得作为家长 咱们可以去保粮的 可以去这个保证的 就是这些优秀的孩子 最后能够录到名校的孩子 他们大家都来自比较知名的高中 我在那边举了几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北师大实验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可能在每本申请这个过程中 应该是最牛的高中了 没有之一 以前可能南外还能不能拼一下 现在南外都已经没法跟他拼了 这个学校的孩子 你发现他可能基本上百分之百的孩子最后录取都是前三十的学校 一届托福的这个平均分110多 SAT平均1500多 他们已经这个一技绝成挺长的一个时间了 现在你发现可能南外啊 深中啊都没法跟他拼 所以你如果能进到这样的好学校 那你可能就有很大的这个优势 但你也要知道就北师大师 他为什么这么牛 因为他在中考的时候就会有非常严格的门槛 就孩子你本身要非常优秀 他基本上选拔来自北京最好的孩子 所以你发现你中考就得考面试考拓服 他要看你的这个英语的这个分数 所以还有一个preselection讲的一个过程 他本身是很难的 第二个中间这个学校UWC 这个在苏州场所 我自己有好不少的学生在UWC 他们也是一样非常完善 这个IP的这个课程体系 在美国的这个大学院里边 他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 第三个是这个Philips Exeter 就美国最好的高中 美国最好的这个private boarding 可能很多家长认为 美国有好多好的高中 但是实际上 美国总体上来讲 你读的这个高中里边 如果在第一线的通常都是private boarding 都是类似于像这个Philips Exeter Philips安多福 比如说Lawrenceville Hodgkiss Chill Rosemary Hall 等等 如果你能够进到这样的比较顶尖的高中 在加拿大也是一样 你到UCC 你到Appleby 你到Harvard 你到BSS Brenxon Hall 这样的比较顶尖的高中的话 你录取一个名校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那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了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呢 就我们作为家长 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大家记住一点 通常来说呢 好学校呢 你越早进 它都会越容易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目标 说我希望以后把我的孩子送到同校去 送到一些美国的顶尖学校去 我希望他去读一个好学校 你尽可能如果家里边具备这个条件 你就早点去 你七年级去 一定比你九年级去要容易 你五年级比七年级容易 你daycare去对吧 比如说像我前段时间去看这个UCC的这个open house 他们是从SK senior kindergarten 就加拿大最好的男校开始 你SK去 它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难 但你如果要等到九年级去 尤其是你还是国际生 你要去UCC 你发现就很难很难 因为尤其你还要寄宿的话 因为他就八十几个床备 这个全世界就八十几个床备 寄宿的床备 所以他就没有多少人可以去 所以尽可能的去提前帮助孩子规划 去一些好的这个学校 一方面呢 我觉得能够给你孩子更多的这个概率 去上一个好的藤校 好的大学 第二方面 我觉得他也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网络 比如说我前两年带了一个孩子 在那个Joe Rosemary Hall 他的室友 就是这个 在国内大家应该都认识 有雷军 小米的老板雷军的女儿 在Joe Rosemary Hall 但是据他说 他们还八卦 说当时雷军的女儿 本来要去那个Phillips Exeter 就是美国的第一的高中博士 这个图里边最右边的这个 还到时还找了扎克伯格给他写推运信 因为扎克伯格是这个 就Facebook的小扎 扎克伯格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的校友 但后来好像写推运信也被拒掉了 所以最后才去了这个Joe 当然也非常好 也是美国前十的这个高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从这些顶尖学校毕业出来的孩子 你最后去到一个顶尖的同校的 这个概率就会更大一些 当然 去这些学校本身它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 让孩子早去 早一些 年纪稍微低一点去入学 会相对容易一些 你非得等到说我九年级了 十年级了 我再去这些顶尖的私立高中 你会发现可能就会比较难 难度就会比较大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的这个点 第三点是我今天想着重讲的 也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家庭教育 最有参考价值 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所谓的这个 这个 极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就培养这些孩子呢 有非常强的做管理能力 我经常跟我太太聊天啊 聊天聊到我们自己的小孩的这个教育 我儿子叫安德鲁 我女儿叫安德鲁 这个安德鲁和安娜 我说他俩呢 应该会继承我俩的基因 我俩都不是这种特别聪明的人 就不是高智商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排智商 如果有100个人在那排队 我可能我排到大概40多名吧 我觉得like a little 比这个平均稍微好一点点 我太太可能也是 所以我们俩都不是这种 就是咱俩都不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 就我们不是这种高智商的人 所以我们要生出来一个高智商的小宝宝 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当然有基因变异 这个可能也有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所以大概率就是 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 他们是平常的孩子 那我们也不是这种大富大贵的家庭 也不是说家里边钱用不完 对吧 说我给哈佛捐个楼 我给普林顺捐个实验室 我们也做不到 甚至我们可能都不见得能有足够的钱 把孩子送到一个很顶尖的私校去读 读好多好多年 不知道在美国顶尖的私校是非常贵的 我有个学生在康州的Kinatica 读一个私校一年加到差不多9万美金 那9万美金你算一下 你私校如果你读6年 对吧 你初中加高中4年 然后大学读4年 这是10年 10年每年9万美金 90万美金 这个不是一笔小钱 那我们可能甚至都觉得 我们不是这种大贵 大富大贵 是必要决定要把孩子 就这么早去送这个私校 但是如果你没有钱 这个没关系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在想 既然先天条件 我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就要从后天去批养 我自己做申请这么多年 观察到这些非常优秀的孩子 他们几乎都具备这个特征 就是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技巧 我这里讲的自我管理能力 它分成了很多种 比如说你的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 对吧 比如说你的任务的管理 你的任务的优先级的管理 比如说你的情绪管理 你的自律 self discipline 你对于人际关系的管理 对吧 比如说你怎么管理你跟家长 你跟老师 你跟同学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孩子 他不是一个非常自律的孩子 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 很强的孩子 他在后边 整个申请过程 就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因为申请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过程 它会有很多复杂的任务 尤其是美本 你升加本 升英本 澳本就没关系 你成交好就可以了 但你如果想去美国读书 你发现 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 因为你要做课外活动 你要写文书 你要面试等等 所以你就比较难去 handle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 你能把它处理好 对于你的申请 是非常有帮助的 甚至对于你以后 long term来讲 你以后工作 都是非常有帮助 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 就非常非常麻烦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记得特别特别多年前 大概可能九年前 八九年前吧 13还是14年的时候 我当时带来一个 深圳的一个孩子 他是在深圳出生长大 然后呢 他爸爸是乌鲁木齐 这两天国内 乌鲁木齐比较飙火 然后妈妈是兰州人 在深圳出生长大 然后初中念了这个申脉 深圳外国语 高中去了Hotkiss Hotkiss是美国 好像他翻译什么 霍奇祭司吧 美国排名 可能前十甚至前五的 私立技术高中 孩子非常优秀 他最后去了 应该去了哥伦比亚 去了哥达 他本来早申请是做的 这个耶鲁 但耶鲁后来把它拒掉 因为他 我觉得条件 可能还是不够吧 现在在香港 在香港做的 在那个JP Morgan做的头行 同时是一个 小红数的网红 这个应该有 快十万粉丝了 大家可以 有机会 我到时候可以 在去里面发一下 他很优秀 这个孩子当时 给我印象很深 就是我接到他的时候 应该是他九年级 就是九年级几岁 十四岁 十五岁那会儿 就他的时间管理 能力极强 而且非常的勤奋 就他给我看 他那个计划书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列的 就各种颜色 五颜六色的 比如说红色 绿色 黄色 紫色 粉红色 就那个笔记上写满了 然后每个任务 什么事情是优先的 什么事情是紧急的 什么是优先 但不紧急 什么是紧急 但不优先 他把它梳理的 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极其紧奋 我印象中 有一年 我在西安出差 在西安一个 全陕西最好学的 西安高兴中 可能有人有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是西方大夫 西方大夫我觉得高考 可能就好 但出国肯定 西安高兴中最好 我当时在高兴中 做讲座 我印象中是下午 大概两三点钟 当时我去讲座之前 我就收到他这个信息 里边问我几个 关于申请的问题 我就回复完了 我再反应过来 我说你不是在美国吗 我说咱这时差 你都半夜两点多了 你怎么还不睡觉呢 当时他就跟我说 他说因为老师说 我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做完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非常严格 我的self discipline 非常严格 我这件事事 我做不完 我就不睡觉 当时我对这个孩子 就刮目相看 而且他不光是说堆时间 他甚至就是对这个东西 他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划 当然我不鼓励这种 就是你半夜起来熬夜学习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 可能也伤身体 所以你要运动 但是那个小孩 他除了幻化病 他还做cross country 就在野外跑 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但我就通过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顶尖的孩子 虽然他们非常的聪明 他们非常的优秀 他们家庭条件很好 他已经在美国 最好的高中之一念书了 而且最终申请结果 当时我们也认为 就是他这个 哥大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于这样的孩子 你仍然可以看到他 非常的勤奋 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 我记得我前两天 跟我姐聊天 我堂姐 她现在在上海 她给我发了一篇 一个公众号的文章 讲一个女孩 初中在上海美国人学校 高中在Lawrenceville Lawrenceville也是 美国排名前五的美高 比如大家可能 比较熟悉的 这个阿里巴巴的 这个二老板 叫那个Joseph Tsai 就是蔡崇信 也是号称我们加拿大的 这个华人符号里边 排第五个 他就是Lawrenceville 高中毕业的 是学校的校友和校董 那个孩子 他八个同校 拿了其中六个的offer 然后里边就写他的故事 这个孩子每天晚上12点睡觉 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 学校里边有家星巴克 他每天都是星巴克的 第一个客人 所以你看这些 这么小的孩子 他有这么极强的自律的能力 这一点就说明 他们不是一般的孩子 那你说这些孩子 他们是智商超群呢 我相信他们不笨 他们一定很聪明 但他们绝对不是 像我刚刚说 那个上学生 上同学那样的 就是或者假同学那样 我就很厉害 我学得比别人快 他们不是这样的孩子 他们也是普通孩子 那他就只有通过 这样的管理能力 自律的去帮助自己提升 所以咱们作为家长 我想去说 我想说的是 咱们我们的孩子 可不可以去 帮助他们培养这样的自律 这样的种做管理能力 我讲的不光是 熬夜这一个事情 我讲的更多的是 孩子自我的总体的这个管理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这个里边可能 穿插的这个故事 可能的多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 可能更能够说明 我想表达一些观点 我大概三四年前 接了一个学生 这是我接的第一个 马来西亚的学生 在吉隆坡国育学校 在这个ISK 叫International School of Kuala Lumpur 它是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国内 有没有了解过 马来西亚有个移民 叫什么第二家园 就那个地方离新加坡很近 他实际上不在新加坡 他费里就打广告 老说我们在新加坡旁边 实际上是马来西亚 那个孩子呢 就北京人 就很小就跟着爸妈 就去了这个马来西亚 在吉隆坡读书 在Ib的体系 那个孩子说实话 我觉得他 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我觉得甚至可能 都没有到average 他可能甚至都不是 这个中等孩子 可能中等稍微偏下一点的 那个孩子 他不是very smart 但是当时 我觉得跟那孩子 过程中 我就觉得他爸妈 在培养他的过程中 我后来还跟他爸妈聊这事 在时间管理 在任务管理这个层面 给他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他爸妈从他小学开始 就去帮助他 去整理自己的时间 有每天哪些人阅读 哪些人做作业 哪些人运动 孩子遇到很多压力的时候 怎么去疏解 爸妈都帮助他 去帮他提升 但一方面 可能爸妈在那边比较闲 予以移民过去 但爸妈肯定有投资 有生意在北京 但平时可能也不用上班 所以这个孩子 我印象中 一个特别小的细节 当时在我们做 早餐进学校的时候 孩子的意见 和家长的意见 发生非常大的冲突 家长就觉得说 孩子应该去一个 去名气更大一点点的学校 比如说UC Berkeley 比如说UC LA 但孩子很喜欢 一个美国家叫Emory 叫Emory Emory在亚洲安大 也是一个大概 可能排名21名 22名左右的一个 四季大学 规范比较小 这个学校因为没有工程学院 你知道中国家长喜欢 还是学工程 但这个孩子 他学的是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学的是国际关系 所以当时就出了 很大的冲突 然后后来家长 有一天就突然想通了 你说怎么回事呢 那个孩子要天天 我天天妈妈 我说你怎么突然就想通了 就跟我说 就那个孩子 就有头天晚上干嘛呢 他自己做了一个PPT 然后他给家长 做了一个Presentation 去跟他的家长描述 他为什么要选择去Emory 而不是去伯克力 1234567 列了七个点 然后Emory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劣势 伯克力有什么劣势 然后他去了Emory之后 他会做什么 去了伯克力之后 他会做什么 如果不去伯克力 他会错过什么 他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理得很清楚 做了一个很大的Presentation 最后家长都被他说服了 所以这个孩子 当时给我印象 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我觉得 你想想这个孩子 他从小就移民到马来西亚 他其实中文都讲不太清楚 他也不太会讲马来亚语 因为他最后读国语学 他只会讲英文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说老师 那个墙很细 他当时说那个墙 我们说一堵墙很薄 他说那个墙很细 很费 他不太会说中文 但他在生活里边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但我觉得父母就通过 对于他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 帮助他去迅速的 去适应在吉隆坡的生活和成长 当然这个孩子 他也在IB的课程体积 我们知道IB体系 对于孩子的学科 均衡度是比较高的 他对于孩子的时间 管理能力要求也很高 所以我觉得可能 他能拿到很不错的录取 也跟他在每个课程体系 有一些关系 包括同一年 我印象中 还有一个在成都 处得成都九中国际部的一个孩子 也是最后拿到了很好的offer 拿到了这个 John Hopkins 美国排名前十的学校的offer 也是因为他在IB这个体系 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 但是至于说 你的高中应该选IB 选AP还是A-level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结果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讲 但总体而言 对于美本的申请来讲 IB的学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你不要觉得AP是美国的 这个课程体系 AP就有优势 IB是瑞士的就没优势 不是这样 这个应该你不能这么简单去看 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家长 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握孩子的智商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 去培养他的时间管理 他的任务管理 情绪管理的能力 千万不能等到说 咱们到高中的时候再来着急 我真的遇到特别多这样的孩子 每天生活一团乱 每天打游戏 睡懒觉 呼呼正夜 你说这样的孩子 你指望他去顶尖的学校吗 这个是很难的 作为家长呢 我觉得我们余生作则 我之前在微信公众号里边 我有写过一个文章 就是我觉得咱们在 做这个子女教育的时候 我们是更应该关注土壤 还是关注肥料 土壤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孩子培养一个好的学习氛围 肥料呢 就是通过一些外力 比如说学习房 课外班 那个到底哪个更重要 你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还是土壤更重要的 你在家里边 如果学习氛围不好 你给他买再好的学习房 你给他抱再多的费用 都会没有特别大的作用 我记得我也是 好多年前的一个学生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当时他爸爸应该是在 国台办工作在北京 妈妈是一个律师 一个大的房地产公司的 一个法务负责人 他们家有一个特别牛的习惯 我现在都觉得很厉害 我希望以后在我们家 也能形成这个习惯 就每天晚上 他们有雷达活动 两个小时 就大家一起看书 就把家里边这个大灯关了 三个人围着一个桌子坐了 像打麻将一样 三缺一 我开玩笑 我说你家三缺一 就围在一起看书 学习 没想完两小时 那你想想 就这种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 他能不厉害吗 他肯定厉害 对吧 那你想想 你换一个家庭 老爸每天在那看世界杯 对吧 老妈每天在那刷抖音 刷小说书 你说你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 孩子你跟人家能比吗 对吧 所以我这样跟家长说 就咱们每天抱怨 说自己孩子不争气 那其实可以检讨一下 自己给孩子提供的图养 是不是足够的好 如果这一点你没有做到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去怪孩子 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点 我觉得智商这种东西 可遇不可求 但是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是我们可以从小给他做培养的 这其实也是在 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做教育的时候 我会特别被关注的一个部分 第四 他们大多学科发展均衡 这个其实我刚刚已经 部分的提到了 就这些顶尖名校 他录取的孩子们 一般来说 学科发展是比较均衡 他不会特别的偏科 他可以有优势学科 但他不太会有弱势学科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很偏科 你可能不太适合军美本 你可以在加拿大 加拿大我们就叫你top six 你选你六门成绩最好的课就可以了 你成绩不好的课 你不用提交 但是美国不可以 美国要看你从九年级 到十二年级的所有的成绩 你的每一项成绩 他都要看 具体美国大学怎么审核 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可以再给大家做一次分享 详细给大家讲 我今天因为没有时间 我就简单给大家讲 美国大学他会看 从你九年级开始的 七八年级没关系 你成绩再糟都没事 但从九年级开始 比如对于Michael来讲 他们家老大 他儿子 九年级如果想去美国 九年级就开始贯注他的成绩了 因为成绩就 美国大学录取的时候 他就会看得到 九到十二年级所有课的成绩 所以你不能偏科 你不能说我其他几门课成绩很好 90多分 我有一门70多分 这个是不OK的 当然有极个别的这种个案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贾泽宇 他IMO金牌 IMO金牌这种孩子 说白了你 其他成绩再差 大学也录你 因为说明你是神童 你以后大概率会帮助学校去 增多荣誉 去拿很多科研的奖 但因为咱们不是这样的孩子 大部分孩子都是普通孩子 所以你尽可能让他做到 学科发展比较均衡 这像跟美国的教育体系 有一些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一点 就美国的本科教育 和英联邦国家是非常不一样 跟咱们中国也不太一样 我们经常说 英联邦国家的教育体系 它本质上是很像西欧国家 它是从西欧国家那边学过来 西欧国家是德国瑞士这样的国家 因为这样的国家 它非常重视一种 叫我们所谓一个技工文化 技工教育 它特别注重你职业能力的培养 所以你发现德国 好多人他可能学什么 学修汽车 瑞士可能好多人学修表 他可能都不读大学了 都去做技工 英联邦国家也是一样 你发现比如在加拿大 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在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也是一样 医生都没问题 在中国也是想本硕连读 本博连读 你可以读一 但在美国你是不可以 美国的本科教育 它叫liber arts education 什么叫liber arts education 美国人把它翻译成叫 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叫 博雅教育或者文理教育 它其实更多的是 培养你的综合的素养 培养你去成为一个 它叫contributed member of the current society 就是一个为当代社会 有贡献力的这样一个 合格的一个公民 所以本科阶段 它的专业课的比重不是很大 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学生 他本科毕业 什么专业的 和他毕业求职的方向 关系不是很大 美国你看他的录取机制 你就知道了 美国的博士录取是 导师说了算 导师要录就录你 硕士录取是院系说了算 一帮教授 比如你要读计算机 计算机系的一帮教授 组成了一个community 一个委员会 他来决定要不要录取 本科不管你学什么专业 你的材料都被送到 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录取方式 叫mission office 除了极个别是 按院校来录取 就要康奈尔 但大部分都在录取方式 所以他会要求学生 通常来讲 要求你会比较均衡 你可以有你擅长学科 比如我非常擅长经济 我非常擅长数学 我非常擅长物理 但是 他不太允许你会偏科的 尤其是顶尖学校 他希望他的学生 都有优势 比如说很多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孩子 去读AP 就是因为AP 他可以选择 他喜欢的学科 我理科不好 我就选文科 文科不好 选理科 你这样是不对的 如果孩子的目标 是要去顶尖学校的话 你就要均衡 即便是你申请物理 申请数学这样的专业 你AP的课程选择 原则上 你也应该选文科 你要选 文科要尽可能的均衡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了 IB的孩子比较受欢迎 因为IB 它本身就是一个 强行要求你去均衡的 课程体系 因为你有六个领域 六个领域 你课你都要选 你没的课选 就不像IB 或是AP 你可以去选择 你自己擅长的课 所以尽可能做到你的学科 均衡度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我PPC上面贴了个图 这是IB里边 这个DP Program 叫Diploma Program 它的学科的分类 你看它就会有六个 不同的学科的要求 比如说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还有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还有Mathematics The Arts Sciences 还有Language Acquisition 所以它会要求 你在这六个领域里边 你可不要去上课 还有Extended Asset Creativity Activity Service Stuff like that 所以它会要求 你会比较均衡一些 这一点是为什么 我觉得 如果大家希望 你们有这个目标 希望孩子 去冲击一些顶尖的名校 那尽可能的去保证 孩子的学科均衡度比较好 比如说 你说我是学工程的 那当然有一些 你择无旁在你要选的 对吧 比如AP的Calculus 微积分BC 物理C 物理C电磁 物理C力学 统计等等 但是与此同时 你可能要上一些 甚至比如说 A push 美国历史 什么语言语文学 比如Government 政府学 比如经济学 Psychology 心理学 这样的学科 保证你的整个 身体材料是比较均衡的 你不会有非常明显的 这个缺陷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个理念 其实很好 因为其实现在 社会发展很快 你发现就有很多 这种 Introduceable-air studies 就是这种交叉学科的学习 很多新兴的行业 新兴的科技 可能以前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具备跨学科的能力 具备这种学科均衡度 这个 有一定的学科均衡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社会发展很快 我就想讲 你退五年 你知道什么是直播吗 你知道什么是带货吗 你可能都不知道的 我觉得社会的更迭 会变得更快 所以尽可能的去武装 自己让自己的孩子 不是自己 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有非常强的应变 这个社会变革的能力 这一点是 我觉得可能 咱们需要去 非常非常关注的 所以这是 我要讲的 这个第四个 这个点 我稍微讲快点 因为我发现时间 已经有点 这个behind schedule 第五是他们大都 非常善于表达 这个表达 不光是说平时说话 包括你的写作 这些孩子 他非常擅长 他是一个好的 storyteller 他们非常擅长 把自己的故事 讲述给别人听 把自己的逻辑 讲述给别人听 而且是一种 让别人比较舒服的方式 讲给他听 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口才好 这个人能说话 我们当然知道 社会里边 一定会有一些孩子 他性格是比较外向的 有一些孩子 性格是比较内向的 不是所有孩子 都是八面玲红的 你都能把他拉一个讲台 让他做五百个人 他都会信手念来 给大家做一个 山东力非常强的讲座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但这个并不代表 你的表达能力 是不重要的 他也并不代表 你的表达能力 刚刚Michael说的 那我可以 稍微讲慢一点点 也并不代表 就是说 就是你说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以后就不需要 很强的表达能力 不是这样的 包括甚至科研 你知道我在冰大读书的时候 我们专门有门课 去讲 怎么去 这个叫 communication in academic context 我想中文怎么翻译 就是叫 在学术环境下边的沟通 因为他知道很多 做科研的人 比如做这个物理 数学这种研究的人 他们可能都比较内向 就比较nerdy 就比较书呆着 所以这些孩子呢 你发现 他可能自己科研能力很强 但他很多 他的科研成果 他表述不出来 你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可能就 他就很痛苦 就是这为什么大家 比如你到北大清华 比如说 你去那种数学系 物理系 你发现很多状元 他很厉害 但你让他上台 讲两分钟 他讲不出来 真的讲不出来 我自己的学生 就有这样的 就是你发现成绩 特别特别好 包括我刚刚说 那个商人员 就挺点 我说名字说出来 就那个上同学 他之后去哈佛的 那个面试 我跟他做面试辅导的时候 哎呀我真的头疼 你知道吗 扩服没有问题 110多分 ICT1590 这么牛的孩子 这个CMO金牌很厉害 但他那个表达能力 真是不行 但这个表达能力 说实话 也不是我作为一个留学顾问 我能在一年之内 几个月之内 帮他去提升的 这个真的是需要家长 从小就帮助孩子 尽可能的去提高这样的能力 我相信mentors一定会有开这样的课 对孩子用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的课 我觉得我在兵大 读了那么多的课里边 有两门课 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一门课是 而且都不是在我自己的学院上 都是我去别的学院去蹭课 一门课叫negotiation 在沃顿 沃顿上学院 他教你怎么去跟人negotiate 这个很厉害 当时我记得我的那个 那个professor 叫Pope 我本来不想跟他的 我本来想跟一个教师 叫Steward Diamond 那个叫钻石教授 他英文名字叫Diamond 那个叫做是谁 他是帮美国国防部去谈判 就比如去跟伊朗人谈 去跟伊拉克谈 你知道吗 很厉害 做那种谈判 他教你怎么能够写 但后来因为他的课太火了 我没选上 我后来选上了一个 叫Mr.Dol 他也很厉害 他是专门做consulting 做management consult 管理咨询的 就讲我们在生活中 怎么去跟人沟通 怎么跟人谈判 他说你讲谈判 不是说都是那种 multi billion dollar deal 你非要坐在一个 很牛逼的办公室里边 跟你去沟通 你其实你出去买一个菜 你跟你的员工 去下达一个指令 你跟你爸妈 去讨价还价 这都叫谈判 这种能力很重要 我记得我上第二个 叫public speaking 公众演讲 在政府学院的Gaffer 上了一个课 就教我们怎么去讲 不同的类型的演讲 比如说 他有introductory 介绍型的 有persuasive 劝说型的 还有这个 还能叫 inspirational 就是鼓舞型的 还有speech 这个in front of 这个叫做hostile audience 就是当你的观众 对你很不友好 你怎么去讲 他给你设置不同的场景 让你去在 不同的场景里边 去怎么样 最有效的 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我在 宾大商界课 对我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特别希望 万一 如果我小时候 我高中 我初中 我小学 能学到这些东西就好 所以我觉得 咱们作为家长 如果有可能 从小去帮助孩子 培养这样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的孩子 你可以很内向 但是这不妨碍你 做一个非常好的 public speaker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可能老罗 罗永浩 罗永浩老时候 他自己是一个 有轻度社交障碍的一个人 虽然他口才好 我发现我自己也是 我跟熟人在一起 没有这个问题 但我跟陌生人在一起 我就是这样 就轻度社交障碍 到了一个陌生的场合 里边去 我其实说实际上 我不是那种很快的 能跟别人去聊起来那种人 可能我今天给大家做讲座 大家就说 这哥们话好多 讲话语所以很快 但其实我不是一个 很外向的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 好像经常出去 就是我爸就跟我说 你要叫叔叔 叫阿姨好 我就不叫一下 我觉得通过后天的一些训练 让我在我需要外向的时候 需要表达我自己的时候 能够把我自己表达清楚 我记得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的英语还不错 从小就不错 所以我拿了好多奖 我当时我拿了 我是重庆人 我拿了一个重庆市的 英语的演讲比赛的第二年 全重庆 当时新东方就邀请我去当老师 给他们讲口语 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呢 我说我这性格 你知道我上台之前 我两个脚都在那儿发抖 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 我记得我第一次让我上课 那个八五天都记得 叫美国口语终极 就是讲一些日常的口语表达 把我放到一个非常偏远的校区 为啥大家都知道 就新东方因为那些牛的校区 他一定是找最好的老师 比方你在北京 你发现那个什么 清华北大旁边的校区 一定是最牛的老师 对吧 因为你老师不牛 可能被学生轰下去了 所以当时把我发配到 一个非常远的地方 去讲课 我也很紧张 我是学生 我是兼职 但是当我上了台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东西 它就迎刃而解 在后来我去读很多的书 去看很多的视频 去培养我自己的演讲 包括我后来到宾大 我去上课 我故意去选public speaking 我去选negotiation 公众演讲 这个谈判这样的课 就是为了去增强我的表达能力 这个表达能力 不光是帮助你去申请同校 它帮助你以后找好的工作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看法 观点 就是 优秀的学校 名校 顶尖名校录取的孩子 大部分是非常善于表达 极个别是科研 就科研这条线 就那种科学怪人 我刚讲 就那个S同学 上同学那样的 他真的就是厉害 人家数学就是牛 他也OK 但是这样的孩子少 大部分孩子们 你可能综合能力方面 你还是需要去 去给自己做些这个提升 所以我觉得 我们作为家长 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和渠道去帮助他们 我们有互联网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网课 我们有mentors这样的这个机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帮助孩子去提升他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下一点 这些孩子呢 他们有超出这个成年人的 那超出这个 不是成年人 同龄人的成熟与理智 这一点也说 我在这些很优秀的这个这个孩子 沟通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我观察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不好意思 我会不会这样 讲话讲得有点口渴 对 我下面 我后边讲会比较快 因为后边几点没有这么复杂 我因为刚刚那个第三点 就是那个自我管理点可能讲比较多 而且有的时候讲到的 因为我讲的说实话 我可能就准备一个大纲 更多的是 我觉得从讲的过程中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我觉得这个事很有参考价值 我可能跟大家去分享 可能有时候废话比较多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第六点呢 我觉得他们有超出 同龄这个成熟和理智 这是我观察出来 这点上非常非常重要 我这样讲 就这些优秀的学生在我看 这些小大人 他们虽然年龄很小 但大部分 你想的 还是你们孩子高中就十有七岁 但你可以看到 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洞察力 他们对于很多事情 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其实是完全超出 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 这个成熟的 我现在还回想 我自己年高中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懵懂少年 好东西都不懂 可能没有接触过社会 但这些小孩 我刚刚讲 他们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年代 他们有互联网 有微信 有好多东西 可以帮助到他们 甚至像我这个 我看过去 我在UWC那个孩子 前两天过了 他在UWC 他们可以上外网 然后他可以读到很多 在传统高中里边 可能读不到的东西 这种书 有禁书 可能读不到 但他们有很多的渠道 去了解这个社会 所以他们 我觉得比我们那时候 要成熟很多 他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更加成熟 成熟的去应对 所以我觉得 优秀的学校 他们还是很喜欢这种 就是很成熟的孩子 希望能够 你的很理智的孩子 能够控制自己情绪 这种孩子 这其实跟我前面讲 那种做观影 也有一点的关系 包括我知道 我的一些学生 跟他们的父母 是有很大的矛盾的 这个也不少见 我经常开玩笑说 我们跟我们签约之后 我们做了一些咨询的时候 服务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群 这群里边有我 我的助理 还有学生 还有他的家长 经常我在群里边 会发一些问题 有些文字 目的是我为了让父母 也能够看得到 能够知道我们工作的 进度是怎么样的 但你知道很多孩子 喜欢跟我回私信 然后父母就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回老师信息 孩子说 我还得帮他解释 说没有没有 他回我了 他回了私信 就是因为孩子 很多时候 他跟父母沟通之间 是有问题的 他跟父母有冲突 这个很正常 你想大家今天 开玩笑说三岁一代沟 你们这两代都 各多少个三岁 可能是十个代沟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 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 那作为学生 他是不是能够 很成熟 很理智的去处理 跟父母这段关系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大学希望看到你 应该有的 超出这个童年一种成熟的 这个包括在选择 专业上本也是一样的问题 很多家长问我说 老师我们家孩子 不知道该学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九年级 十年级可以理解 对吧 如果你都十一年级了 如果你都高二了 你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你不知道自己学啥 我觉得第一 要么你不够成熟 第二就是要么你懒 对吧 你不愿意做研究 你想你都已经17岁了 你马上还有两年 就要读大学了 你连自己想学啥 都不知道吗 还要父母来帮你定吗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说的 就是大部分的 我接触这些 来自临界学校的学生 他们都还是比较成熟的 这里的成熟 不是说一定要很事故 很圆滑 而是说他们对于问题 有比较理智的判断 比较清晰的认知 他们也很阳光 他们也会耍脾气 但这个没关系 他是小孩 这个很正常 但他知道 怎么去理智的去分析 而不要过于的情绪化 这一点是我对这些孩子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认知 然后我们讲的下一点 就这些孩子积极乐观 情商高 积极乐观情商高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 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 其实咱们今天基本聊的 不是关于美国留学的一个话题 对孩子家庭教育来讲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对这些优秀的孩子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做到 很积极 做到很乐观 这个其实往往很多优秀的孩子 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我们知道现在 他开玩笑 有很多优秀的孩子 他是有很多心理障碍的 他会有很多心理问题 我自己介绍的学生里边 就有depression 有抑郁症 有bipolar 叫这个躁郁症 或者叫双向情感障碍 有各种各样的 还有自己学生里边 有一些这个 比如他是bisexual 这个双性恋 或者同性恋 这个homosexual 包括有的家长不知道的 爱意学生可能家里边 有家暴的 这个domestic violence 就是家庭暴力 所以他们其实面临的问题 很多很多 还有一些有这个游戏 真的是游瘾的addiction 很多家长 他不理解自己的孩子 他老跟他还说 你打游戏 游戏有啥好玩的 但你看你爸 我小时候读书 我就从来不打游戏 这个时候 我就跟家长说 我说 第一 因为你那时候游戏不够好玩 你知道现在这游戏设计的多好吗 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游公司 都找一帮心理学的专家对吧 因为专门研究这个 这个中学生心理的 小学生心理的 去设计这些游戏 所以现在这些游戏的设计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不是你玩什么俄罗斯方块 不是那样的 现在让你去打 你可能也上瘾 第二 但很多家长跟孩子说 哎呀 这孩子现在你这吃不了苦 对吧 我把你送到最好的学校 给你这个 你这个 最后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吧 你在这个最好的国家 你还有啥好痛苦的 但我觉得家长就不能这么想 因为每一代人 我们要面临的 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 但现在我们作为中年人 我三十多岁 我知道在座家长 可能有一些四十多岁 可能也会跟我差不多 三十多岁都有 你觉得咱们这些困难 我们生活中很多这种 痛苦 对于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爷爷辈来讲 就算痛苦吗 我们至少没有在战争年代吧 我们至少没有说吃不起饭吧 没有自然灾害吧 所以可能我们上一代人 看我们这些事情 说哎呀 房贷还不起 工作压力大 他们可能觉得屁事都不是 就像我们看小孩 学习压力大 屁事都不是 但这真的屁事都不是吗 他不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很大的压力点 所以这些优秀的孩子 好学校呢 他们希望看到积极乐观 逆伤高的孩子 能够在逆境中 去快速成长的孩子 这是为什么 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一点 当你在申请过程中 不管你的文书 还是你的面试 如果你有任何的心理疾病 心理障碍 你千万不要有任何地方 去透露这个信息 这个很重要 但如果你确实病情很严重了 那你肯定没有办法 那你会跟人家识说 你不能骗人家 但是你不要去 volunteer这个information 因为大学最怕什么 最怕就是我录取的一个学生 到我们比较来 有心理疾病 自残 自杀 他杀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记得前段时间在加拿大 我们就在滑铁卢大学吧 就滑铁卢吧 我刚刚有个孩子自杀 一个华人孩子 然后再往之前 UCC加拿大最好的男校 顶尖四校 一个印度裔的小孩 自杀 因为我有UCC的这个学生 他就跟我说了 就跟他同年级 12年级 那孩子平时很阳光 很快乐的 没有人知道他会自杀的 所以孩子是不是能够去 控制自己的情绪 能够很积极乐观 去面对这个社会 逆伤高 在逆境中能够去成长 我觉得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牛人有很多烦恼的 牛人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觉得 大家要学会去理解自己的孩子 就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帮助孩子去梳理 梳解他们这种情绪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很重要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点 第八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一共十个点 很快就要结束了 第八点是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对社会充满了关注 什么叫做对生活充满热情 对社会充满关注 这点跟第七点有比较大的关系 我已经讲了 第七点讲的 这些孩子通常比较积极 比较乐观 第八点是我在辅导 很多优秀的孩子 这些比如说最终能够 end up in iv sports 去疼孝的孩子 一般他们的一个共性 就是他们对生活 真的是很有热情的 而且特别喜欢 没事读读新闻 看看报纸 刷刷抖音 刷刷微信 小诺书 看看有什么热点事件 这个特别重要 而不是那种每天 就死 这个要死不活的 一张年卡牌 对吧 感觉这个早饭也没吃 坐到床上 拿着手机开始打游戏 但凡是这样的 我觉得 说实话 你去好学校的这个概率 就很低很低了 有一点很重要 我经常讲 就是我们观察 这个孩子 他睡不睡懒觉 就是如果连按时起床 这一点都做不到的 这个孩子 我就最后 说实话 我不是去 打击大家积极性 如果你的孩子 他真的是一个 特别爱睡懒觉 不愿意早起的孩子 就说明说实话 他的自控能力 一方面是比较差 第二方面是 就是他的整个 生活的状态 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我们作为家人 要去帮助他们 去提升 当然不排除 这个个别的 这个真的就是因为 你熬夜 你可能晚上睡得特别特别晚 第二天睡得晚就 就当别人 就有的特别自律的孩子 可能每天早上六点 就起床跑步的 这种孩子一般就会 相对来讲会优秀一些 所以不要去做这种 就每天要死不活的 就自己 就每天在那打游戏 这种孩子 要关注这个社会 社会里边各种各样的事件 比如说社会的不平等 比如种族主义 对吧 比如说移民文化 性别不平等 教育平等 这些孩子 他特别这个优秀的孩子 我发现他们特别对这样的话题 很感兴趣 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顶尖的美国学校 他希望看到一个孩子 是有所谓的社会责任感 所谓的这个social responsibility 什么叫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这个那个 叫moneyball 大家我不知道也没有看过 还拍了一部电影 那个作者叫michael lewis 就michael lewis 他还写了另外一本 很出名的书 叫the big short 叫大公投 他有一年在 平斯顿大学的毕业演讲 上面去做演讲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as the lucky few we owe a debt to the unlucky 就作为幸运的少数人 我们其实是很亏欠 那些不幸运的人 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对方这些优秀的学员 他们的特质就是 他们特别关注这个社会 尤其是里边弱势群体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努力 去帮助他们 而不是我们所谓那种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他们不是这样的孩子 我辅导这些 最后的优秀的孩子 他们都是非常有爱心的 非常乐于去帮助别人的 这一点说实话 我讲这个话 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 这个不同意 就是在北美国家 在欧洲国家 总体来说 我们的教育里边 灌输这个理念比较多 大家比较注重 community contribution volunteer 这种服务意识 在国内呢 就是大家我觉得这一点 我说实话做的不是很好 但我自己也是国内出来的 比如说我记得 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公司在海灵黄庄 我旁边人大富 我们就有好多人大富的孩子 你知道他们竞争 内部恶性竞争到什么程度吗 就人大富的一个来的学生 比如A学生 B学生都是我的学生 他来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说老师 先给我发个信息 说老师 那个B来了 如果他来了 我就先不上去 因为我在班上跟大家说的是 我没有找中介 我没有找留学顾问 我自己DIY 就他你想 他都怕他的同学知道 他在外边找了留学顾问 因为他不愿意去分享这样的信息 我还遇到学生跟我说什么 说老师 你知道我最近碰到一个特别好的SAT老师 讲SAT阅读 讲得特别厉害 我说好啊 我说那你我能不能邀请他 到我们这来做一个讲座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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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不想 他这老师先是给我讲 我说提了就行了 那他给大家都讲了 最后他被大家都发 我就排不上课了 就是这种 我觉得不能叫自私吧 就是说 他可能真的没有特别 就是 那种所谓的 对于这个社会的关注 我对这个社会的爱心 我他希望他的同学 跟他一起成长 这一点是我觉得 国内的孩子做的相对差的 当然我不想一杆子打死 我在国内也认识 都非常非常多的 很积极 很阳光 很向上的孩子 他们非常非常的优秀 但是我只是说总体而言 general speaking average speaking 平均来说 在海外高中 这个长大的孩子 他们确实会 会相对的 这个叫什么 会 在这点 会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 在国外的家长 大家不用担心 在加拿大家长 就是这个学校里边 帮你教育好 对吧 那在这个国内的家长 对吧 比如说 对 Penny说这还比较自私 我说很客气 对 就比较客气 在国内家长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 教会自己的孩子 就是你要有爱心 对吧 你要有这个 大家一起成长 要有这种 所谓这种社区的这种 这种精神 而不是说 就是只是为了自己 就这个 大家看来说 就是这个 只管自己 把自己管好 再管别人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我觉得 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应该帮助这个社会 这个很重要 这是这个 我提到这个点 然后 对社会充满关注 下面一个点 独立思考 不依赖父母和老师 这个我觉得 我可能都 都不用 这个过多的去讲了 因为这些孩子 他们 优秀的学校 是希望孩子 要有主意的 要有主意的 这是我记得 今天我讲的 这十个点里面 我自己觉得 非常喜欢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各位家 我家里面都明白 就大学 希望你们孩子 非常的independent 很独立 不要依赖父母 不要依赖老师 我过去13年的 这个从业过程 我发现很多优秀孩子 都是这个特制 就是他们都有 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个依赖 不是说光是生活上的依赖 包括思考上的依赖 他们不会人云亦云 他们不会老师说啥就是啥 父母说啥就是啥 如果是这样的孩子 他不可能路到好学校了 你发现那种 对父母依赖极大的 我曾经知道 比较极端的案子 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就是会让爸妈 来帮他写文书 他爸给他写文书 后来我就觉得太离谱了 孩子说 哎呀这个 这个老师 我都不会写 父母说我们家孩子太小了 不成熟 每天又很忙 他学习压力很大 文书我来帮他写吧 我来给他提供素材 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知道每次 碰到这样的家长啊 就是 我说实话 我是一个蛮simpleized 很友好的一个人 但遇到这样的家长 我就觉得 我就忍不住我要怼他 我说你写个文书 你孩子都不愿意自己写 还指望你来给他写 你还指望他最好学校 很多孩子跟我说 老师这文章我不想写 能不能你帮我带写 我最近很忙 我吃个好事 你能不能 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弄 我说你扯吧 我说你写个文书 你自己都不愿意写 你要我来帮你写 你还希望去好学校 那你回去学校怎么办呢 你去腾校咋办呢 你做作业也让人帮你做吗 你找一个 专门找一个人 陪你做作业吗 这不可能的呀 你必须要足够的独立 所以我觉得独立呢 很多时候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个是 不要去依赖别人帮你做事 一定是你自己 我这样跟你讲说 我是做 我是一个升学顾问 我是一个coach 我是教练 就是我可以教你怎么去打比赛 but I can't play the game for you 我不能去帮你打比赛 这点你一定要明白 另外一层意思就是 你要独立思考 就是你的思考 是不受别人影响的 尤其很多学生 包括很多家长 特别受外界影响 哎呦 我那同学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比赛 他又上了哪个学校 他那文书又写啥 做哪个活动 我们要怎么办 你不要别人牵着走 你一定要对自己的情况 有所判断 你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 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be independent 对自己有判断 这点我发现经常是 顶尖的学生 和普通学生之间 最大的差别 就是是不是具备 独立思考的能力 大学是非常非常希望 这一点的 面试的时候 他会跟你聊一些 这种所谓的 比较controversial的这种话题 看你是不是能够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各位家长 不要把自己的孩子 培养得过于的依赖 如果固者孩子太依赖你 他很难 最后有很大的成就 我反复讲 我自己学校里边 那些最后申请到 顶尖学校 包括同校的孩子 几乎都是散养 我说的散养 不是不管 父母他负责交钱 负责帮助孩子 找最好的资源 但是孩子去负责 整个过程的执行 这点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个批判性思维 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creative thinking 和critical thinking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OK 然后最后 这个第十点 就很强 这个创造性的思维 和批判性思维 这个其实刚刚我已经过多 或少会提到了 就孩子一定要具备 相对强的创造力 和比较强的批判力 什么叫很强的创造力 就是他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他们用这个传统方式 没法解决的时候 他能够想办法 用创新的方式去解决 这种creativity 创造力 这点说实话 是在国内的这个学校里边 可能培养相对比较弱的 这种能力量很重要 因为我刚刚讲了 随着社会变迁 很多时代的进步 我们会遇到很多 可能以前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我们会遇到很多 可能以前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 我们如果靠前人的智慧 大家要说前人的智慧 站在巨人肩膀上 我觉得巨人肩膀不好站 因为巨人以前 没有遇到过 我们跟一样的问题 跟我们一样的问题 巨人遇到过 现在这些环境问题 没有吧 巨人遇到过人口爆炸 不是巨人 前人遇到过 这个人口爆炸 没有吧 所以我们 如果只是靠前辈 去解决问题的方式 去给做参考的话 这个不足以解决 我们现在的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去 有这种创造性思维 去预想很多 去预设很多这种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个创造力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跟巨人说 就是我们中国孩子 比较擅长是找答案 但是不太会提问 就我们找答案的能力 都蛮厉害的 你给他提个问题 他一把你去给你 把答案给你解出来 但会提问的孩子 其实不是很多 但这个点在很多 这种优秀的孩子身上 尤其是我自己 培养这些 去疼孝的孩子身上 他们很厉害的 特别灰灰的问题 批判性思维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要人云亦云 对吧 不要简单的说 权威讲了什么 我们就要相信权威 我在我生活中 我发现 我屡试不爽 就很多权威 我觉得讲的是批话 就一些正确的废话 我觉得对我 没有特别大的参考价值 不要去相信 有的时候 包括很多企业家 喜欢出来 我就前段时间 就是做一个 分享活动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人 在场 就是讲一下 他是一个 教什么的 教中学物理 物理还是化学 我忘了一个老师 在里边去给学生 去分享 就是加拿大大学 申请那种技巧 我听了 我觉得他讲的好东西 就是错了 就人就是这样的习惯 就是你觉得 他在一个方面 好像很厉害 你就觉得 他在所有方面都很厉害 比如马云 马化腾 伊隆马斯克 他们出来做 讲家庭教育 你好像觉得 伊隆马斯克的妈妈 怎么养伊隆 他怎么养伊隆 我觉得跟咱们有关系吗 你想伊隆马斯 他能做到世界首次 就说明他不是普通人 他的智商 他的情商 可能是超出常人 所以他妈怎么养他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不会有特别大的参考价值 反倒是那些可能背景 智商的水平 认知能力 跟我们比较接近的 阶层的孩子 他们的培养 这个模式 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对吧 就像我经常说 我说我很欢迎我的学生 来跟我讨论 跟我争论 但你不能当杠金 杠金有种 你知道有种看啥都不爽 跟谁都要抬杠 那种都没有意义 但是我特别欢迎 我学生跟我争论 跟我辩论 跟我吵架 如果我错了 我特别 我愿意认错 我就是错 你讲的是对的 错就是错 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说 这是一个权威 他讲的一定是对的 一定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所谓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对于咱们这个孩子 是两个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十个共性 我觉得咱们在 培养自己孩子的时候 尽可能的把这孩子 往这样的方向去培养 实际上他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但我觉得咱们至少 哪怕其中能够做到 其中的一半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 都已经足够的优秀了 我之前讲这个话题 可能本身跟藤校的申请 本身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我相信如果大家以后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再来跟大家 去具体分享一些比较 先技术细节的 叫这个technical detail 是藤校录取要求 具体的录取标准 谢谢我们一会有机会 给大家分享 但是我今天希望 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点 这十个点就是 我自己过去做了13年留学 我跟很多的家庭深度合作 我见了很多来自全球 最优秀的华人家庭 北京的最优秀的 这个甚至家里边 可能两三百个亿 身价的A股上市公司 董事长的孩子 包括到这个普通的 这种什么混血的孩子 还这种什么穷人家的孩子 哪讲人家的孩子 我都接触过 我觉得他们 从对他们的观察里边 我抽取出了这十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共性 希望跟大家去分享 希望我们在孩子的 这个生长过程中 都能够去帮助到他们 这一点是很厉害的 这个很重要的 当然有的时候 说实话 孩子的成长 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 像我这样讲 这句话 我前段时间在这书上看到 人有三个自我接受的阶段 一个比一个难 第一个阶段 是接受自己的父母 是普通人 第二是接受自己 是普通人 第三呢 也是最难的一个是接受自己的孩子 是普通人 有的时候呢 你发现孩子可能 他真的就是普通孩子 所以你再怎么激他 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用 但是至少我觉得 我们作为父母 就是我们应该 do our part 把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尽可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环境 好的家庭教育 这样孩子最后呢 可能有比较 不能说特别大的成就吧 知道他的人生比较成功的 那怎么定义成功呢 就结尾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讲这句话 就是我自己希望我的孩子 可以很 这个叫2H 对吧 happy healthy 很快乐 很健康的成长 长大之后呢 可以自食其力 自己有一份工作 能够认真的工作 认真的生活 能够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呢 过上很幸福的生活 不一定要奢华 但是是幸福的生活 在有余力的时候呢 给这个社会做一些 比较积极的贡献 这是我觉得培养 咱们所有的这个孩子 你的最终的一个目标 我不是什么大富豪 我也不是什么科学家 我不指望我的孩子 可以拯救世界 但是我希望孩子 能够至少做到 我刚刚写的这句话 里边这几点 好吧 然后今天我讲的内容 我已经超时了 这个28分钟 应该9点讲完 本来留了半个小时讨论 可能今天讲的比较多 但是希望今天讲的 这个内容 对大家呢 有所帮助 然后大家如果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包括对于具体申请的 一些技术细节的问题 大家可以找时间在私下沟通 或者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再给大家做 再做下一次的 关于美国名校录取的机制 申请的准备攻略的讲座 以后我们应该还有机会 好了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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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